另一起备受争议的是 墾丁优活案今天持续延烧 环保署认为优活的旅馆执照无效 业者应该立刻停业 但是屏东县政府却反对全面撤照 演成了中央地方不同调 点燃新的战火 环保署6号晚上认定 墾丁优活度假村的旅馆执照无效 必须停业 同时也办出行政法法 要追讨优活7年来的不法所得 贝勒令停业 优活发出声明稿反驳指出 当年法令并没有规定要还评 而且14年来他们也没有再增见 依法不用做还评 屏东县副县长钟家斌则认为 优活一二区是合法取得执照 县府当然要保障合法 那目前优活度假村 他在第一二区的部分 是合法的邻友使用执照 所以目前我们会就这个部分 保障合法取缔非法 至少在昨天会议的结论 没有这样子说吧 如果他这样可以合法的话 那大家以后都比到这个模式来 以后还有违规的事情 这个模式跟美丽湾都一样 环保署表示明明会议时 屏东县还没有这个说法 怎么过了一晚变了掉 但他们还是强调 违法就是违法 但是实地走访一趟优活 有民众觉得罚优活不应该 那当然会啊 那因为如果说有些人 如果说他们亲自买租住券的话 那当然会对 之前有买租住券的人来讲的话 会损害他们的嫌疑 明导演李安在恒春半岛拍摄的少年拍的奇万漂流 就住在优活度假村 如今业者也发出声明 对有可能因此让拍摄团队 遭到美国制片公司的质疑来道歉 有点TV组合报答